豆腐含盖量比较多,而鱼肉中含有维生素D,两者合吃,借助鱼体内维生素D作用,使人体对干的吸收率提高很多倍,因此,这套汤特别适合中年人,青少年食用,美食家主题赛,第一剂鱼头豆腐汤的做法步骤,一,开点火用浆擦一下锅关火,二,鱼头铺在锅里再开火等锅,慢慢地热起来,住,还不要放油,先因为这一步是要用锅,那这把鱼头表面的水分烘干, 三,这样一会煎就不会爆锅包得厉害,也不会油到处喷了鱼,那表皮也能保存的比较好,不会因为高温脱掉了鱼表面的水分,干得差不多后先盛起,三,锅里下油爆香气片浆,四,把鱼头放进去煎翻几次量表面没有了血就可以了,五,加足水加少许料酒大火煮开,六,豆腐,事先用盐水泡火,切小块放进去捅煮,七,煮开火转中火熬一个小时,八,放住喜欢的青菜, 或是撒上一些香菜放盐调味就可以了,瞧瞧我们,煎鱼头的时候可先在没放油的锅中,烘干一下鱼头表面的水分,再煎这样可以避免煎鱼头过程中油煎的厉害爆锅,包得到处都是有,使用的锅具炒锅